我告诉你,我是就是我们的新加坡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全新加坡最便宜的了 为什么?因为它的便宜来说 还有你们肯定负担得起的了 如果你来到新加坡,别以为很多地方 为什么地方买东西怎么贵啊? 不适合你啊?没关系 你可以有得选择 但是经过我介绍给你们呢 你就知道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很便宜的地方 是全新加坡最凉宜的地方来的了 怎么去?它里面有什么买呢? 有日常用饼、铲饼、鞋子、衣服、玩具 还有用的香水都有,发酱饼都有 真是包罗漫游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很便宜的地方 提供你们的驴卡啊,你新加坡的驴线啊 或者暂时斗了这些,我用的东西很煮冰了 不用很完美了,我买来暂时用这些,真的消费很便宜很便宜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就是新加坡另一个特色没有能接受过 我相信到现在 所以我相信我就是第一个 就是怎么简单怎么去呢? 因为我们新加坡呢 这个市场来说呢 大概20多个汤位啦 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地下的买东西 就是一种很凌杂的东西来的 怎么去我们新加坡那个地方呢? 我已经写了个地址了 这个地址就是原理啦 如果你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你不妨问一下人 究竟这个地方住哪里啊? 这个就是巴士的号码啦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不错的,真的不错的 如果你们不只简单 买东西怎么简单的 我来看看新加坡的特色 也是一种特色来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某样东西 有介绍过 你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也是我今天跟你们说一下 也是蛮不错啦 因为它有的时候真的 有牌子的东西都有的 真的很便宜的 我相信你买了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的 因为那里的顾客告诉我 有的时候我大概一个月啦 这边呢 一个星期 我就会摆一下 衣服买的啦 因为我平时没有时间 多数我一个月摆 一头一个星期 特别的星期去买了 如果你看广场 看到我这么多的人 你想不想看看我一个真人 怎么样子 我相信你会掉眼睛 令你很希望 没关系啦 如果你想看一下我的眼睛 也到这边来啦 OK 我这次来解你啦 礼拜天而已 星期天而已 平时是没有的 就是新加坡这年 卖便宜的东西的特色啦 所以你觉得你 旅客也好 新加坡也好 那你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新加坡有几个特色的 不妨来看一下 是每个星期天 一个星期 这一天 就是星期天 就算七点 到三点都有 哈哈 三点四点 他们就收到啦 为什么 觉得没有这么多人了 就收到回家 吃饭咯 哈哈哈 OK 那记得啦 来新加坡 来看啊 这个市场了哈 OK 拜拜